明明是要來搭公車 你以為我要先來買漢堡 薯條嗎 但公園旁邊的這個後車庭 搖身一變成了快的耳頭餐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以前沒有看到過這樣子 特殊造型的 或者是說有像企業廣告的 遠看還以為是速食快閃電 但一輛輛公車進站 沒走錯確實是後車庭 業者買廣告進入公車站牌 要洗腦民眾 還有這一站 我是走到後車庭 沒錯啊 怎麼旁邊又掛了衣服 以為要開始購物 我就一直看這個 還在那邊討論說 這是什麼圖案 因為它的圖案非常的亮眼 電視有廣告以外 還有這個有實體這些 在你身邊嘛 那所以的話你會覺得 這個衣服 這個東西好像不錯 北市公車站後車庭美化 廣告主選好地點投放 也替公運處代財 像是街道家具廣告設施權利金 每面每個月要2050元 路側後車庭創意廣告 特殊型貴五倍 一座要一萬零250元 素食業者就屬這種 長廊市得再貴一些 服飾品牌直接把外套掛在這兒 一個月要花一萬零六百元 主要是以近一路跟南京東路 總共是45座長廊市後車庭 廠商都有在這邊做相關的一個 廣告的設置處理 後車庭廣告不久錄測試 長廊市台北捷運周遭 已有一整排滿滿要刺激 民眾視覺 捷運中山站現行公園 大大的裝置藝術還能互動 手扶梯及登箱廣告 不錯過宣傳機會 來到捷運中校復興 文湖縣轉成板南線 三層樓高廣告做好做滿 北捷指出這兩站以外 以及市府站都是投放熱點 剛坐手提上來就看到 如果太超出一定比例就滿洗腦的 廣告不只要好看 更得放到對的位置 效果才能加成 除了增加業績 也替北捷北市公運處 創造更多業外財 TVBS 陳建敏林立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